中山區協和文化親子健康公園 大白天不少家長 帶著小孩來這裡玩耍 不過現在卻傳出 男子招人砍傷事件 有一點會害怕 所以男子會緊張少一點 那你比如說見警律 還是一般的巡邏的狀況 就是說 重點是他是隨機偶然 還是經常醒 案發現場鐵欄杆還留下寫字 3號晚間9點 38歲秋姓男子 疑似和他人發生爭執 導致首部遭到砍傷 跑到外頭向家長求救 民眾見他滿身都是血嚇壞了 趕緊報案 夜間遭不明人事砍傷案 吉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 接獲報案後 立即派請轄區派出所 及偵察隊警惕前往 到場發現有一男子 手部遭歌受傷 被遭砍傷 為生命跡象穩定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男子受傷之後 跑了將近四百公尺 到附近公園人多的地方求救 當天晚上 市議員施偉鎮 接獲民眾陳情 到現場了解後發現 親子活動公園 竟然沒有任何一支監視器 能夠還原現場 我們也發現在這樣子 有許多親子來到現場 休閒娛樂的場所 既然沒有任何一支監視器 能夠還原當時發生的狀況 要請基隆市政府 好好的來反思 我們不是將預算 全部都編列在 我們開拓親子空間 還要能夠保障親子空間遊玩的安全 並於三小時內迅速超過 涉案犯刑到案 經代反離親雙方 細因細故發生糾紛 被遭不明人事傷害 全案依法擴大偵犯中 案發後 警方查記到行凶男子端說明 雙方疑似因為停車發生口角 才會演變砍人傷害案 只是原本親子休閒的場所 卻發生了疊血案 也讓家長神經緊繃 之一轄區的治安不平靜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